CANADA PATTERSON EDUCATION 加拿大温哥华列治文校区开业庆典 在2014年10月18日上午11点举行 加拿大派特森国际教育集团 是全球顶尖国际教育机构 是全球首选的国际教育服务提供商 专注英语教育11年 雅思官方钻石级合作伙伴 TESOL国际教师资格认证中心 集团成立于加拿大温哥华 以与国际考试机构海外知名大学 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11年来在全球已服务十余万学生 集团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 中国等国 设立20余个分校 以便更好的服务中国学生 帮助更多的学生实现海外留学 攻克语言的目标 2014年11月18日 加拿大温哥华列治文校区盛大开业 全球派特森共同祝贺 派特森全球布局 北美地区又签新校 标志着派特森国际教育集团 拓展海外教育市场 又以重大规划 充分奠定了派特森国际教育集团 作为全球教育行业领导者的重要地位 直此加拿大温哥华列治文校区开业 以及大中华区北美月活动开展之际 全球派特森同步推出重大优惠政策 派特森国际教育集团值得信赖 遍布全球 权威认证 经验丰富 精英团队 全球性标准化服务流程 为您在出国道路上提供最有利的支持 加拿大佩特森学 是一家由中国加拿大佩特森集团 全资投资的一家教育集团 实际上我们中国的佩特森集团 已经在中国运营了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十几年中 我们和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 都有过非常良好的合作 我们自己独创的这种全方位360度的课程 包含了网络课程 包含了在线上线下所有的课程 以及学生回家以后 需要处理的所有的课程学习 那么这种全方位的 自然谋语浸润的这种学习方法 在中国也是我们自己独创的一种技术 那我们这些年 毕业的学生有差不多几千人 一万人左右吧 我们加拿大佩特森集团 有自己一套独自运转的一套系统 包括线上和线下课程的学习 这种学习方式在中国应该也算是首创 我们还有一套全方位的学员自动反馈系统 可以做到每天甚至是每半天 就可以给家长邮递一封信 来汇报学生的学习情况 所以我们这独创的这套系统呢 从家长的这个参与度 一直到学生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跟进的程度 不论是家长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学员 都会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有一个互相促动的这个过程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中国运营了十几年 也有很多这个学生以优异的成绩 考出了这个亚斯托福的成绩 然后呢进入到这个美国和英国 澳大利亚包括我们加拿大本土的 很多知名的大学 甚至有些学生已经毕业 工作在自己非常感兴趣的这个行业里 那我非常想说的是 我们对中国的这些学生 尤其是这些有出国意愿的学生 其实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知道他们的需求 我们也知道他们在中国 学习了这么多年 身上会有哪些这个问题 包括我们有很多已经出过 出国以后的学生给我们的反馈 这种反馈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当中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让我们更多更了解 我们自己的学生的需求 以及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分校 开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 我们非常非常希望能用到 我们过去十几年的这样的培训经验 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学生呢 更多的帮助 希望这个新移民的这个孩子 能少走弯路 更快地融入主流 当我踏上这个温哥华这片土地 看到这个温哥华 有这么多华人的这个后裔 在这里生活奋斗 甚至包括在政治领域 包括在经济领域各个方面 都做出这样的接触的贡献 那语言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一关 那语言背后除了 如何流利地说英语以外 还有一个如何用英语 去表达自己的思维这一方面 所以我们呢更希望的是 我们的学校可以从全方位的 孩子的学习 孩子的这个 这个critical thinking 这个思维方式上 会给孩子做一个调整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主页 需要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开展的 就是TESOL的培训课程 那TESOL的课程呢 就是等于就是 Teach ESL的课程的这种培训 这是一个国际的教师资格证 那专门培训去教母语 不是英语的孩子 学习英语的这样的教师资格证 那通过这个学习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加拿大是 教育资源相对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 那么我们非常希望把加拿大 这个教师培训的这个体验 教师培训的这个这个这个知识 以及教师培训的系统 能够全方位的学习到这 并且引入到中国 以便提升中国 尤其是不光是教育了 尤其是培训行业的一个一个一个高度 因为这个中国现在这个培训行业呢 相对来说这个教师的这个资质呢 没有一个统一的培训 我们希望我们加拿大派斯森 能在这个地方通过我们自己设立的 TESOL培训中心 更多的把加拿大和中国的这个教育 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 让加拿大和中国的这个教育资源 以及教育水平互相有一个跟进 更好的为我们的华人的后裔呢 做好服务 我会用自己的努力创造企业和个人的辉煌 任何一个团队都离不开集体的努力 从今天开始我要准备和我的团队冲 We hope for many branches of Patterson across Canada 大家好 我是欧小光 今天非常高兴 荣幸能代表我们那种市政府 代表我们市长马普 女生上在这个重要的日子来参与 我们在Richmond是有很多学生 而且呢 我们在那个BC省的在BC省的教育呢 我们Richmond也是可以算在前面 但是呢 同样我们有很多需要 有很多不足够的地方 尤其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新移民 他们到解编以后要进那个教育系统 还是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有Patterson Education 这么一个重要的 这么一个优良的一个教育集团 在我们列治文提供一个服务 给学生一个更多的学习的机会 要帮助他们进一步地在学校里面能成功 也进一步地在他们新学方面有更大的方便 我的名字是Eric Young 我叫Richmond的总统主席 我们在Richmond的总统主席 我们相信是一个共同的社会 我们有最大的亚洲和中国的国家 在大陆的总统主席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训练的工具 例如这些学习英语 很常说英语不是第二语 而是英语是第三语 还是四语 但是我们需要英语的联系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温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